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者 丽雅 古兹曼 译者 洪慈敏 第三章 APP修图也可以 今天的艺术治疗练习是正能量拼贴 这个练习的目标是 减轻压力 提升自尊和自我觉察 准备时间大概是十分钟 活动预估时间是五十分钟 好的 你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手机或电脑里的数位相片 印表机 印纸板 胶水 正能量拼贴是把许多正面强大的经验 结合成一张图片的创作练习 你可以选择对你来说重要的图片 包含大自然漫步随拍 朋友或感兴趣的相片及网络图片 再以具有美感的方式排练 这个练习最主要的目的 是帮助你提升自尊和自我觉察 我有很多个案喜欢从事这个创作 以作为某段时间的纪念 以下是练习步骤 第一步 搜集相片 检视并挑选几张代表你的兴趣 最爱艺术品 正面回忆 重要地点 和重要人物 把这些相片印出来 第二步 以自己看了最赏心悦目的方式 自由排列相片 粘在印纸板上 第三步 拼贴完成后 把它当作一件完整的艺术品来欣赏 反思你在创作后感受到的正面情绪 在练习创作的过程中 可以试着在心中想一想 你想跟什么人分享这件作品 为什么选择这个人 这是今天的艺术治疗分享 让我们把压力 焦虑 惶恐 不安 转交给艺术 卸下伤痛 抚慰身心 谢谢你的聆听 我是Mirror 愿创作力让你的生活更美丽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疗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